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 两个星期前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港道系列 一个系列的名称叫做《吸香港的福音》 Good news to Hong Kong 我们问香港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福音 答案是香港需要的是一个从圣经里面出来的福音 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十字架的福音 唯有这样的福音 唯有十字架才可以将真正的天国色彩 带进一个黑暗的世界 为香港人带来一个永恒的将来 永恒的盼望 十字架的福音有两个特质 如果我们记得两个礼拜之前没有我们的讯息 第一个特质是十字架的福音会让世人看见 看见罪恶世界的真相 让我们的看见原来我们活着在一个city of man 我们会在一个将要被上帝审判属世属罪人的城市 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城市里面 每个人都追求地上的财宝 我们开始发现所谓地上的财宝 全是虚空 全是暴风 在上帝的眼中 所有这些财宝一文不值 不单止一文不值 他们还很容易前类我们 让我们无法进入上帝的集门 上帝告诉我们听 当我们从这个世界离开 再进入他的天国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集门 而当我们拿着这些地上的财宝 我们无法进入这个集门 圣经的福音 十字架的福音让我们看见这个真相 十字架的福音又呼召我们罪人 去回转悔改 我们有一个upgrade 我们再不奔跑地上的道路 我们去奔跑一条永恒的天路 我们有力量去抗衡世界的引诱 我们奋力前往一个更美的家乡 这个是上帝的福音给我们一个新的目的地 我们于是我们渴慕 我们追求上帝的国 上帝的义 我们即赚财宝不在地上 我们即赚的财宝在天上 耶稣基督的福音 十字架的福音告诉我们 There are two ways to live 有两条生命的道路 这两条生命的道路会带领我们去到 Two ways to spend eternity 有两个永恒的终点 两条的道路带我们去到 两个极度不一样的终点 一个是永生 一个是永远的审判 这个是香港人需要听的福音 这个也是二千多年前 使徒保罗来到哥林多城 去传港给哥林多的一个福音 哥林多是一个怎样的城市 哥林多是古希腊的一个海港大到小 好像香港那样是一个海港城 是罗马统治下阿哥亚省的首府 是当时众所周知的 City of Man 当时众所周知最熟悉的都市 就是哥林多 它是一个繁盛的商业 商业城市 它是一个高度文明自主的地方 哥林多人前卫开放道德败坏 前卫开放就等于道德败坏 当人说你成为一个哥林多人的时候 Corinthianized的意思就是你成为道德帝落的人 这个城里面充满着偶像 假设每个人都在拜一些东西 淋淋种种 表面上这个城市思想非常开放 但从另一个角度 每个人都被罪恶所捆绑着 每个人好像中了邪那样 他们奋力追求同一样的东西 同一样的东西 就是money, sex and power 是不是跟香港好似 是很自由的都市 人人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 然而每个人都被money, sex and power 金钱,情欲,权力所困绑着 于是士图保罗来到这里 有一个福音的使命 这个福音的使命是什么呢 是在世人之城当中建立一个上帝之城 to build a city of God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of man 这个是一个很清晰的视像 他不是来到这里说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祈祷 你想更多钱我为你祈祷更多的钱 你想健康点,你想长寿点 保罗说我开一间shop帮你们祈祷 不是,保罗来到有一个福音的使命 这个福音的使命是要 在那个city of man 熟世的都市里面 建立一个熟上帝的都市 如何去建立一个上帝的都市 保罗将他的绝招 将他最把炮的东西拿出来的十字架 看不出钱书第一章第十八字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汗为如絕 但在我们得救的人 是上帝的大能 他将上帝的大颜 带到哥伦多的城 在哥伦多前书第一章十八字三十一字 如果你两个星期之前又听我讲第一篇的 有很多钱书的道理 你会知道 由保罗给了我们一个极其宝贵的通用方案 我们叫做general solution 这个福音的信息是一个熟灵战争中 很大能的武器 在这十四节圣经里面 他将上帝的福音展示出来 这十四节圣经可以分为四小段 每一段都以十字架为中心 如果你记得两个星期前分别 这四段是十架的道理 十架的基督 十架的道路 最后是十架的人生 很久要我们活出一个十架的人生 什么是十架的人生 简单来说 十架的人生是一个追求 单单追求上帝的意 和上帝的国的人生 保罗在前书第二章用了四点来解说这个十架的人生 第一点保罗说一无所有超级贫穷 在上帝面前超级贫穷 我们没有任何意 而可以跟上帝讲我应该承受天国 我们在上帝面前一无所有 超级贫穷 wichtig and see the world 现在使这时候耶稣基督来到 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超越贫穷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着智慧、公义、圣洁和救素 当你将第一点和第二点加起 你有的结论就是 我们当尋求上帝的义 不以自己的义夸耀 而是以上帝的义 因为我一无所有 然而所有的奉行 所有的义 在基督耶稣的完美 一生他的十字架上面 接着还有三和四 第三点是不求地上 按人观念的智慧能力 传贵地位 保罗告诉我们 那些东西在上帝面前一能不值 于是上帝不会给你 上帝也不想你去追求 于是我们不求地上的智慧能力 传贵地位 而相反来说 我们单单去追求天上 如经所说 要跨要的 跨要旧主 什么叫跨要旧主 什么叫做以耶稣基督 跨要耶稣基督 但我们去到 弗拉比书第三章 是指导保罗他自己的亲身见证 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 一个跨要耶稣的人生 是一个怎样的认证 保罗这么说 他说因为真受各礼的 就是我们这些借着上帝的灵 敬拜的 基督徒 以耶稣基督为跨要 我们跨要他什么 不以靠欲体的 不但是这样 第七节他说 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事由益的 现在因基督的缘故 而当作有算的 不但如此 我把万事当作有算的 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 为自保 什么叫做跨要基督 什么叫做以基督耶稣为跨要 不是你上台领掌的时候 说all glory to God 不是你考试第一的时候 说所有荣耀 基督徒 不是 而是所谓以耶稣为跨要 就是追求他的意 不依欲体 不依靠自己的欲体 不依靠自己的好行为 但依靠耶稣基督的意 追求他的意 这个叫做以耶稣为跨要 还有单求他的国 以耶稣基督为自保 如果有机会回去 比如阿弥书你继续去看的时候 保罗再加多一句 他说我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困土 为要赢得基督 他说我什么都不要 我就是要基督 我什么都不追求地上的事 我就是要追求耶稣基督里面的事 其实保罗这么说很有道理 因为圣经告诉你 重复又重复地告诉你 这个地上所有的财务 所有的东西都要过去 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东西 会传到永远 所以当你去追求耶稣的时候 其实你追求一些永恒的东西 一些不会逝去的东西 但是你追求地上的东西 耶稣基督以外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要过去 我想起C.S. Lewis的那句名言 他说 All that is not eternal is eternally out of day 一切不属于永恒的东西 从永恒的角度来说 全部已经是过了事 另外有一个更加简洁的版本 是这么说的 他说 Everything that is not eternal is worthless in eternity 一切不属于永恒的东西 在永恒里面全是毫无价值的 你知道我们现在做什么吗 我们现在搞移民 我们移民去天外 我们移民去永恒 你要带些什么 在永恒里面是有价值的 你带些无谓的东西 去到那里 我这么辛苦带过来 原来什么都没有 甚至你进不了 那个国家里面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追求永恒的东西 永恒的东西 在永恒里面有价值 古老是 前书第四章 第十八节 这样去解说 波罗说 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东西 而是看不见的东西 原来看得见的是暂时的 是逝去的 看不见的东西 才是永恒 圣经教导我们 要追求天上的事 圣经教导我们 要祈求天上的事 圣经教导我们 不要追求地上的事 不要祈求地上的事 哪些都是外邦人所祈求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那些眼睛看得见 手摸得着的东西 将要逝去 很快就要逝去 然而要祈求眼睛看不见 手摸不着的东西 因为看不见的东西 才是永恒 于是在二十世纪里面 有一个年轻人 他叫Jim Elliott 但我经常会说 因为他知道看不见的东西 才是永恒 才是有价值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Jim Elliott 最后成为一个宣教士 而且他成为一个殉道者 他二十九岁的时候 他因为要传福音给那些蛮族 而被他们 受杀了 死了 剩下他的太太和一个女儿 他怎么说 他说那付出他没办法 保留东西的人 去换取他没办法失去东西的人 那个人一点都不傻 他说如果我现在知道 有些东西我是没办法留住的 有些东西将要逝去 但我可以将将要逝去的东西 换取一些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的时候 我做不做这个交易 做 我做这个交易的时候 我一点也不傻 于是他放弃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他带好的前途去交换一些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福音的永恒 他说那人一点也不傻 那人一点也不傻 相反你要拦住一些将要逝去的东西 不愿意追求永恒的东西 这人实在是愚蠢 这是一个永恒的抉择 每个人坐在这里都要选择 我们要选择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今生的东西 还是永恒的东西 这个选择 但是我们进入今天 我们要读的经文 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 一共有十六支 一共可以分为三段 这三段都是以钉十字架的基督 为反思的中心 我将这三段的主题分为这三样东西 就是两种语言 两种智慧 两种灵体 two speeches two wisdoms and finally two spirit 第一段是第一章 第二章一至五支 第二段是第二章六至九支 跟着是第二章第十支十六支 我今天只有时间讲第一章而已 我们未来还有两个礼拜 就会去讲两种智慧 和两种灵 或者两种灵体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只可以 是头五节 保罗讲 我们要选择两种言语 去传扬上帝的福音 我们进入 今天的这一段正经 他说给我们知道 两种的言语 两种的智慧 两种的灵体 最后会带我们去到 两条不同的道路 你要小心选择 因为你最后会带你去到 两个自然不同的道路 而这两条道路 会带你去到 一个天地分离的进头 天堂与地狱的进头 你选错了 你会去到永恒的审判 选错了 你可以进入永远的安息 我们来看 讲不到前书第二章第一节 我一定会看五节 讲不到前书第二章第一节 这么说 那个华帝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言大致 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 因为我曾经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钉的十字架 在这两节圣经里面 道出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主旨 那里说我来到你们当中 有一个福音的使命 我来到你们当中 有一个上帝给我的使命 那个使命是什么 我要向哥林多人宣讲上帝的奥秘 听不听得到 上帝的奥秘 我来到你们那里 是要宣讲上帝的奥秘 什么叫上帝的奥秘 我们中文或者我们中文 我们一听奥秘 奥秘就是没有人知道的东西 是一个秘密 或者你看英文是mystery 当你说有些东西是一个mystery的时候 就是没有人知道 但原来在原文里面 这个字不是这样解释的 所谓的奥秘 不是没有人理解隐藏的事情 希腊的原文是mustarion mustarion是当时的一个专有名词 mustarion代表的东西 代表了一个过去被隐藏的东西 但是现在已经被启示出来的 我们叫做open secret 已经是一个公开了的秘密 从前我也不知道你去拍拖 但今天已经 大家都知道 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原来什么叫mustarion 当我说某些事情 是一个奥秘的时候 我不是说鬼知道 不是 是从前不知道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尹诗宝说我来到你们当中 是要和你们说一个 现在被公开了的秘密 这个秘密是关于谁 这个秘密是关于耶稣基督的 这个秘密尤其是第二章第二节 告诉你 是关于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 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 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从前在旧约圣经里面 未公开的 只是一个预言 告诉你 将来有个人要为我们的罪的如故 低下什么 现在这个人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于是保罗说我来到你们当中 想告诉你关于耶稣的事情 我来到你们当中 想告诉你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事情 保罗说我来到你们当中 想告诉你上帝通过十字架的耶稣 拯救世人的故事 于是当保罗说我来到我要宣讲 The Musterion of God 上帝的奥秘 他说我来到你们当中 是要宣教上帝的救赎计划 我来到你们当中 是要告诉你上帝如何通过耶稣基督 去承传他的救恩 在保罗的脑海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是跟耶稣有关 于是保罗来到哥伦多城 保罗想跟哥伦多人讲耶稣的事 耶稣的诞生 耶稣的生平 耶稣的事工 耶稣的受难钉死 耶稣的死亡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升天 耶稣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 耶稣又拆掉他自己的灵 回到他门徒的身边 耶稣的灵给他们的力量 叫他们将福音传道万国 耶稣通过他的灵 将福音传道万国 又被世人所相信 苦福敬拜 跟着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将来必要再回来 这个复活现在活着的耶稣 他不会长期留在天国 他一定会回到这里 审判活人和罪人 这一切加起来 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 为罪人所提示出来的奥秘 我想告诉你上帝的奥秘 我想告诉你耶稣基督的故事 关于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公开秘密 你可以想起 提摩泰前书 有一节很特别的经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提摩泰前书 保罗这么说 它说敬虔的奥秘 是供应为伟大的 敬虔的奥秘是mystery of godliness 记得mystery再不是奥秘 而是公开的秘密 godliness 英文就好像敬虔回了中文的东西 其实更好的翻译是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一个关于上帝的公开秘密 上帝有一个公开了的秘密 是什么 上帝在欲身显现 上帝被圣灵所清延 上帝被天使汉见 上帝被传于内邦 上帝被世人信服 上帝被接载荣耀女 但我们讲的上帝 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我们讲的上帝是耶稣基督 我再告诉我们 这次很有可能的圣经 其实是初期教会的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在讲耶稣 正如我们今天 我们每次相聚的时候 我们唱的歌都跟耶稣有关系 我们唱的歌 跟赞美耶稣的救赎有关系 他说 Look at God 看看我们的上帝 其他没有另外一个宗教 是关于上帝显在欲身 这不是观音大事显明的故事 他显在欲身的目的是什么 钉死十架 观音大事没有钉死十架 他在讲的这个显在欲身 如果我们唱那首歌的时候 显在欲身那一下应该有些震荡 然后有些停顿 让人想一下显在欲身来做些什么 显在欲身为我们钉死十架 然后他说 这个耶稣被圣灵所称义 什么叫被圣灵称义 就是通过他的復活 上帝告诉我们 他的儿子现在沉冤得雪 以色列人告诉我们 为什么耶稣被钉死 因为上帝诅咒他 因为他犯了罪 但耶稣的復活 告诉我们他现在沉冤得雪 他在中日面前被称义 上帝把他的爱子复活出来 告诉我们 他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枪 而是他为我们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枪 他被圣灵所称义 他被天使所看见 使徒 他的十字架枪 还有几百个亲眼见到他的复活 接着他被传于外邦 我们是其中一班的外邦人 他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所顺服 我们顺服了 我顺服了 我们成为福音舞被彰显的其中一部分 接着福音还未完 福音是他被接在荣耀里面 这里讲耶稣的升天 如果你熟圣经 你知道耶稣的升天 那种荣耀 是将来他从荣耀里面回来的语言 他怎样荣耀升天 他就要怎样荣耀回来 回来做什么 接你落天家 好 审判死人与没人 这个是我们所信的福音 这个是上帝的奥秘 我当你去听这个奥秘 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心里面感觉到一种震荡 这个故事呼召我们去苦谷敬拜 这个故事让我们一生去爱慕 这个故事 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 还未伤出赢 塑基督的时候 我知道一定有这个故事 呼召我们要回转 为何 因为他迫回来 他会回来審判活人 死人 我说曾几何时 这个故事 在救药的语言里面 被隐藏 你记不记得 现在是open secret 现在是奥秘 奥秘就是曾几何时 没有人知道 曾几何时 当我们看救药的时候 他是被隐藏 是一个黑白模糊的故事 但是去到新药 去到新药 我们看到耶稣来了他 成全了这个救药的时候 他以一个鲜艳的颜色 他是一个高清的图像 光辉显耀在福音书里面 四本福音书 马可、马太、路加和若翰 在四本福音书里面 耶稣光辉的显然 再不在幕后 他来到幕前 将整个故事 拍成一个 今天我们心里面 不断震荡我们的一出电影 这个是 我们每个周六、周日 都播放的福音 所以你来到 我们叫十架基督教会 十架基督教会 为什么不讲十架呢 十架基督教会 怎么可以只是 放一个十字架在那里 跟着林牧师跟你讲其他东西 十架基督教会 就是要高举这个十字架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福音的故事 十架故事 是每个周六、每个周日 我们必须要播放 重复播放、重复翻看的电影 这个世界有一个故事 有一出气 是值得重复播放、重复收看的故事 唯有耶稣基督的故事 才是一个必须要重播又重播的故事 当然我不是重复又重复讲同一篇独 但你会发现我无论讲哪一篇独 无论我讲旧药、新药 我最后都带来回到 JSO基督的十字架当中 可悲的是 今天的教会 很多的教会 已经再不播放这部电影 已经再不播放这部电影 大概十年前 2012年 有个学者叫Michael Houghto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Christless Christianity 他是一个美国人 所以他写的是美国教会的状况 题目是 没有基督的基督教 你可否想象一个基督教的信仰 没有了基督 耶稣再不是整个故事的核心 他说是美国教会的另类福音 十年前他开始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这本书 他翻译了中文 他讲了很多教会 怎样离弃了原本的福音 原本的福音是高举耶稣的十字架 每个礼拜 每一篇道到高举耶稣 但他说今天你去教会听的 很多时候是道德主义 教你做人 教你做好人 你回去的时候可不可以做一些好事 有空找朋友 关心他们 为他们的需要讨告 道德主义 他说另外一种另类福音 是花言巧语引人信主 耶稣很靓的 耶稣真的什么都可以的 你有什么需要 即管告诉我们 我和你和林牧师一起祈祷 和弟兄姊妹二十几小时 帮你祈祷 一定可以的 我们以为这个可以帮人信主 其实我们是偏离了圣诀里面的福音 另外一种假的福音 将我们的福音变成忠告 耶稣教你做人 耶稣教你怎么做 领导 领导 Jesus leadership 耶稣是最好的领导者 你看耶稣的门徒 教门徒怎么做领导 全部不是那样东西 我们告诉人 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 耶稣是你个人的耶稣 耶稣常常站在你旁边 聆听你自己心里面的说话 我们将耶稣包装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 再不是圣经里面的耶稣 成为了一个Christless Christianity 简单来说 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再不是基督信仰的核心 我们发现现代人的基督教 的核心是你和我 为什么我们要来信耶稣 因为耶稣将我们摆在整个童话的中心 耶稣只是配角 祂出来 略略出现 就可以回去 祂为我们钉死了 就可以了 其他东西有需要叫祂出来 有些东西你用完了之后 可以放在Storage room 不用直接拿出来 数码够不够拿出来 需要用的时候才应用 其他时候放回去 我们继续活我们的人生 直至我们需要它的时候 将它拿出来 耶稣再不是故事的主人用 做完出气 祂可以回到后台 祂可以收工 祂可以 少神 保禄说 No No 保禄说 我必须要宣讲 我来到哥林多宣讲的 我要持续宣讲 我要高升宣讲的 是什么 是上帝的奥秘 是耶稣基督的故事 你记得上帝的奥秘 等于耶稣基督的故事 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故事 才是上帝大能的福音 可以改变人生 我经常跟你说 你要做好人 没有用的 上帝要我们成为新人 上帝要改造我们的人生 我们怎样可以让上帝改造我们的人生 我们要听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但我们回到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 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然大致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 因为我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的十字架 所以保留说我来到你们当中 我要全人的只有一件事 我要全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他是上帝奥秘的核心 接着他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 他说这个核心这个耶稣 是不可以用高然大致来宣讲的 保留说我来到你们当中宣讲耶稣 有一样东西我是不可以用的 那样东西叫什么 高然大致 什么叫高然大致 原来高然大致是当时的一个专有名词 所谓高然大致是代表了希腊罗马世界里面 一种非常之流行 被受推崇的修持演讲表演 我们今天没有人做这件事 但是在当时有一班人 他们的专注每天所做的东西 他们所练习的东西就是高然大致 他们做修持的练习 他们做演讲的表演 我们将当时的高然大致 换去今天的世界里面 就好像有些教会 去运用一些流行时尚很cool的 可以吸收人气的媒介和方式去传人福音 有没有听过 我们教会要是最前卫的 我们要做些东西做得很漂亮 我们要吸引街外的人 街外人一进来十架几架觉得很闷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很吸引人的东西 跟你讲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但是我相信是一个真的例子 在美国经常会有一些巨型的教会 是喜欢做这件事 它会将耶稣基督教会 变成一个最先进的娱乐中心 这样才可以吸引人 在这个娱乐中心的中间 有一个摇滚音乐厅 有没有发觉你今天就算在香港也是 有机会去某些大一点的教会 进去准备崇拜 其中第一样要做的事是什麽 食灯 食灯 起初很光的 现在崇拜要开始了 五点钟六点钟 食灯 怎麽办 跟着队队上的 跟着队队照在队队上 一班professional的musicians 不是我们那些 不是说我们打得不好 但不是帝兄姐妹上来 是要出钱请的 是不是这些不重要的 最紧要是认识大哥 让我们入门了 把灯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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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得没所谓 怎麽办 都不是你 只是歌 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rock and roll的乐厅 在这间超级的娱乐中心里面 在中间有一个摇滚的音乐厅 周边有餐厅有夜市 跟着有个人在港道 他的港道模仿动得少 跟着他港道当中一定不会提罪 一定不会提审判 一定不会看地獄 一定不会叫你舍己 一定不会叫你背十字架 一定不会叫你回转 耶稣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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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爱死你 跟着跟你讲 十万八千个见证 信耶稣 祈祷耶稣 怎麽可以帮助你 明成利责 在这个熟世的教会里面 每个年龄层都有他特别的节目 儿童有冒险乐园 学生有入学的咨询 中学生大学生都可以 单身的有约会的服务 你有需要有心理的治愿 有辅导的群组 而且有各种不同的体育活动 兴趣小组 任君选择 你开始明白 这个是整个教会熟世化的高研大致 那问题来了 当你那麽积极去引进世人所喜爱的元素 入到你的教会里面 你还可不可以讲得出十字架的福音 我想你开始明白 他那个传递的方式 和那个十字架的内容 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有一个加拿大的传播学的专家 叫Marshall Maluhan 他是一个communication expert 他有一句名言 他名言是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他说当你传第一个信息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地选择它的媒介 那个媒介就是信息 什么意思 那个媒介掌控了你的信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研究 告诉你 其实小朋友要真正建立一个学习的习惯 是不可以用电脑的 电脑其实对于他们的学习 是非常负面的 2014年 Apple刚刚出了新的iPad 有人问Steve Jobs 他说你小朋友 喜不喜欢新的iPad 他的答案是什么 他们没有用过 我们不让他用的 为什么 于是你有一些 这些科技公司的人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 将更多的科技 寄给你 但是他们家里的工作是什么 让他们的孩子们 不要接触这些科技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科技 会影响他们的学习 于是 在San Francisco 在Bay Area 他们要送他们的子女 放很多钱 去一些学校 是不可以上网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媒体 会控制了你的信息 于是 保罗说我不可以选择用高言大字 你记得高言大字不是我们在想那种 不是有个人很有学问 不是有个人很有口才 高言大字是说当时有一种演讲的表演 羞耻的表演的这种说话 保罗说我们不可以用高言大字 不可以用熟祭的方式去传递耶稣 基督的福音需要一个测然不同的媒介 测然不同的方式去传递 于是 他继续第三节 第四节第五节 保罗说 我在你们那里时 我初到跪境 来到高度的时候 传福音给你的时候 我又软弱又惧怕 又漸漸惊惊 接着他说 我说的话 说的道不是用毁远智慧的言语 什么叫毁远智慧的言语 高言大字 我不是用高言大字 我不是用一个表演的形式去说服你们 而是以圣灵的大能来证明 为要使你们的信 不靠着人的智慧 而是靠着上帝的大能 我来到你的时候 我不是很像当地的人 用一些表演的方式去传递福音 他说我来到的时候 我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战兢兢 什么意思 有圣经学者 我觉得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 就是当保罗第一次去到高伦多城的时候 他可能身体有病 跟着他身心都很疲累 于是他说句话都要咳两声 就是他说我来到 我和你全副音乐的是很软弱 很惧怕 但你顺着 另外一个圣经学者想的可能性 就是保罗用着一个讽刺的语气 保罗说我来到你们当中 我用一个相对软弱 绝对不浮夸的模式去宣讲 保罗是不是没有口才 你说话 保罗是不是没有智慧、没有知识 你说话是什么 保罗的口才或者他的知识都不知多丰富 但是保罗不选择用一种表现高然大致的方式 他用他的口才、用他的知识 很清晰、平淡、简单、真诚地将福音和他们宣讲 于是以至出来的结果 我这个宣讲是靠着圣灵与能力的彰显 为了使你们的信不靠人的智慧高然大致 而是靠着上帝的大能就是我简单、真诚的宣讲 我想要用一个故事去帮助你更加明白什么叫高然大致 因为毕竟我们高然大致对于我们这班人都是有一个距离 我想带你去听一下奥古斯丁的故事 这本书是很有意思的 它是基督教会里面那些伟人传记的一个系列 就是我们教会里面这里 我们买得到的我都买了 有十几本 这些传记其实是给那些中学生 叫初中生去看的 英文就不是很难的 里面有很多图画 但你问我真的写得很好 真的写得很好 我想借着这本诗果 Augustin of Hippo 奥古斯丁的故事 跟你分享在里面你会见到什么叫高然大致 我想通过奥古斯丁的故事 不单止让你知道高然大致在当时的世界是多大影响 亦都帮我们今天的讯息 当你听到最后它的回转的时候 作一个总结和形容 但你进入奥古斯丁的世界 这当然是我自己所做的中文翻译 耶稣户后基督徒常遭到罗马政府的迫伯和杀害 但一切在奥古斯丁出生前 约四十年发生了变化 当时是大概公元三百多年 当时军士坦丁皇帝将基督教定为合法的宗教 奥古斯丁的父亲Patricius不相信耶稣 但他的母亲Monica相信了耶稣 并教导他的孩子们包括奥古斯丁要相信耶稣 奥古斯丁在Targas 是一个北非非洲 你别以为非洲豪宅当时的北非非常文明 北非罗马殖民地和附近的一个城市学习 直到他大概是十六岁 由于他非常聪明 他这些聪明不是我们普通的聪明 是改变世界的聪明 真的 由于他非常聪明他的父亲决定把他送到该地区最大的城市 都是北非学习法律和演讲艺术 考虑什么高然大志 他爸爸要送他去升学 读什么高然大志 最赚钱那样东西 他爸爸不信主 在当时公开演讲是一项非常受人尊敬的才能 高然大志 奥古斯丁的training是什么 高然大志 任何想在社会中担任政治家 教师、律师、教会领袖的重要工作的人 都必须学会如何清晰地说话 并让别人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 所以他的training不是单单在表演 他的training其实是帮你很清晰地思考 跟着可以表达 但表达当中其实是在做很多的花款 高然大志 奥古斯丁的父亲知道 如果他的儿子演讲出众 就能在这世上成就一番事业 完全是为了他的前途世界的前途 奥古斯丁的父亲并不富有 所以他必须寻求朋友的帮助 最后奥古斯丁的父亲的一位朋友 帮助奥古斯丁搬到carthage继续学业 出国升学很贵 但这个孩子以后一定发达 你投不投资在他身上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 也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 高然大志 当时他读了许多著名罗马演说家 Cicero所写的书 Cicero的一本书 尤其让奥古斯丁产生对了解智慧 真正意义的强力愿望 他开始追求人生的意义 奥古斯丁从小被教导成为基督徒 但他对圣经并不了解 惨剧 惨剧 你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长大 对圣经不了解是惨剧 他也不明白许多旧日的故事 觉得很难相信 失望地 他把圣经放在里面 惨剧 那时他找到了一群 自称摩尼教的人 是当时的一个主要宗教 他们自称是基督教 却教到许多圣经中没有的事情 就是异端 奥古斯丁喜欢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能言善便 什么呀 高言大致 高言大致 他为什么很喜欢他们 因为他们有高言大致 摩尼教在罗马也肯流行 当时他由卡腓去罗马 但他开始看到他们的教义的错误 但他仍然不知道什么才是正常的 他去了罗马大城市 在追求他的梦想 他高言大致的career 但他感到失落 最后有一些朋友把他介绍 要吸一个在意大利北部为米南供电尋找优秀教授的人 优秀教授做什么 高言大致 奥古斯丁就被选充当这一个职位 那时是当时整个罗马帝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教职之一 当时奥古斯丁三十岁 已经坐穩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教职 已经处于他事业的巅峰 他自己却沉迷于金钱 情欲和权力 平衡的是在米南 他遇到了一个敬虔的主教 一个牧师 就是负责当地教会的人 那个人的名字 叫做Ambrose 我们会回来看Ambrose对他的影响 Ambrose被奥古斯丁年长 且更有经验 并且与他一样懂得如何清晰宣讲教徒 高言大致 高言大致 你会知道Ambrose都是有高言大致的训练 但他现在做什么 他将他以前的训练 变成了全港福音的清晰宣讲 再不是高言大致 但是用的是以前的训练 他都讲到回答了奥古斯丁 许多关于上帝和圣经的问题 于是他开始回转 然而要真正成为基督徒 对奥古斯丁来说并不容易 他觉得心里内心有两种意愿 一方面他想要认识上帝为他而回 另一方面他不想顺服上帝 一方面他很想研读圣经明白真度 另一方面只想有好的事业 金钱名誉和物质的享受 他在选择 他试图推辞这个选择 他请求上帝 他说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但正如他后来所说 他的忏悔录中 他说只是一小会儿 就持续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多长啊 换着你几年了 换着我们几十年了 几十年过了 傻傻了很久没看圣经了 不是事实上以大多数人的标准来看 没有很长 他三十岁的时候在那里挣扎 三十一岁就成为了基督徒 你说多长啊 但对于奥古斯席 原来当他反思过一年的时候 他觉得很迟很迟 我信得太迟 因为上帝太伟大了 当上帝不伟大的时候 迟多十年都无所谓 但当上帝伟大的时候 你迟一分钟就是迟 他迟了他晚了等待了太久 有一天微信主的时候 奥古斯席和一些朋友 走在米兰的一条街上 他正准备要在皇帝面前 发表重要的演说高言大词 他的工作来的 老子女充满着思绪和担忧 奥古斯席当时做什么工呢 PR 公关 帮谁做公关 皇帝做公关 所有的演说 是帮皇帝说好说话 跟着他说 他知道他的演讲内容 充满着方言 就算不是方言都是叫人追求世界 是吧 他说但每个人都期待他所说的话 突然他看到一个黑概 虽然贫穷 但似乎很快乐 因为他无忧无虑 也不在意要及人留下 怎样的深刻人长 而当你去表演的时候 你为了什么好言大词呢 要得到众人的赞美 奥古斯席想了一会议 如果他的人生目标是寻找幸福 那么这个黑概找到的幸福方式 就快得多容易得多 那时他明白了 他对金钱名誉的追求是完全的虚空的 有一天奥古斯席拜访一位老人家 这人因对上帝的信服而文明 并且受尊重 是一个很好受人尊重的基督徒领袖 他说这个属灵前辈说了一个故事 他说关于 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著名的年轻演说家 和他一样叫做Victorinus 他说这个人曾经自称他自己是基督徒 想成为上帝教会的一部分 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公开去受死 受死 最后Victorinus 因为圣经被圣经所说服 知道在教会众人面前认信 并接受洗礼是极其重要 对于Victorinus来说 这是一个关键的一步 原来当时的时候 名人是不需要在公开场合里面去表达他们的信仰 因为很有可能令他们带来危险 所以Victorinus自己说我不需要公开受 认信 我不需要公开去受洗 但是Victorinus结果被圣经所说服 他公开的洗礼显示他自己的勇气和最真道的忠诚 对奥古斯丁来说有什么重要 让奥古斯丁知道他也必需要做出类似的行动 他再不可以自己私底下说我是个基督徒 他一定要传人出来在众人面前承认他的信仰 有一天奥古斯丁躺在花园里的一棵树下 流着泪向上帝祈祷 帮助他结束他现今既可怕又可悲的状况 让他可以最后决志跟随耶稣 我们今天就问他不用那么辛苦了缺词而已 我有个sinner's prayer和我一起读下去可以的了 奥古斯丁做不到这件事 一个生与死永恒的抉择决定要跟不跟随耶稣 那时他听到一个孩子唱道 拿起书来读罢 拿起书来读罢 这可能是一首疑歌 但奥古斯丁将其视为拿起圣经阅读的邀请 于是他不要学他 随便打开 见到哪一节就是上帝给他的证 黄金经节了 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 你们行事为人要端证 好仗在百咒行走 不可芳然聚走 不可好息容 不可纷争造计 总要披戴耶稣基督 不要只顾满足肉体去放纵私欲 这告诉奥古斯丁 他要穿上耶稣基督为身后 要停止屈服于他的罪性 他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要侍奉独一的真神 圣灵利用这次的经验 使奥古斯丁最后真正的悔改 好像读港元 终于信主了 未完 信主之后奥古斯丁 是不是就丢弃他以前高然大致的训练呢 你想想他一生人 他窮一生去做些什么 高然大致 那现在是不是丢掉那些东西呢 那也未必 上帝不单只救赎奥古斯丁的灵魂 上帝同时也要救赎奥古斯丁的才干能力和恩赐 你明白吗 上帝的救赎是一个全人的救赎 上帝拯救了他的灵魂 上帝要拯救他的恩赐 拯救他的才干 拯救他的所有的能力 于是上帝将奥古斯丁的高然大致转化 降伏在基督面前 让他从此被上帝的国所用 如果你上个星期在这儿 你就知道我讲了些什么 上个星期阿Denis在那儿讲 有两个塔 一个叫巴别塔 一个是金字塔 以色人就是帮世界的巴别塔 金字塔做尊 上帝呼召他们出来做什么 为上帝的殿而活 从前奥古斯丁为金钱的情欲 权力而活 从前他为巴别塔 为金字塔去卖命 现在不一样 他被救赎他的才干 他的能力他的恩赐 所有都要被救赎被转化 让他今天所有的东西 为上帝之城而出力 为City of God而出力 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有的渴望和追求 你明不明 不要只说上帝救了我 我知道我有个帕坡上天堂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渴求 有一种追求 上帝转化我们的人生 转化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才干 我们的时间 去救赎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可以为天国而活 这里都有些心酸 我有一个令人很心酸的反面例子跟你分享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或者听过 有一个人叫Georgia Harris Georgia Harris曾经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领袖 一个很年轻当时的一个年轻牧师 他17岁写了一本非常畅销的基督教书 买了百多万个copy 他被一间很大几千人教会邀请 由西岸到东岸成为他们的实习生 让他预备成为将来的牧师 30岁的时候他成为那间几千人教会的主要牧师 过了部会11年左右 但他41岁的时候他说我要停一停 因为我还没有机会去读神学 于是他申请由美国去了加拿大region去读神学 去了一年多有消息传出他在思想中 他从前书中所写的内容他开始有猶疑 再过了两年他跟他太太分居办离婚 再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他跟全世界说 他再不是一个基督徒 没有了他特意去加拿大 就是预备教会知道 他以后不单止不再做牧师 不再做基督徒还要跟老婆离婚 跟着做什么呢 跟着有特意 他开了一间公司 一间公关广告的公司叫Clear and Loud 清晰响亮 做什么呢 综合品牌设计 我听过这个消息 我是很不开心的 因为他在我旁边我一脏 逢过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将他多年来在教会里面 港台所积累的经验和训练 现在拿来做什么 拿去做sales 拿来去拜金字塔拜巴比塔里面 开一间公司 帮其他公司赚钱 因为他有一个技能 因为他每个礼拜跟几千人说到 因为他每个礼拜要将一个很复杂的述述 讲到很仔细 跟着很简单 跟着让每个人走出去的时候 感觉到那种震荡 他现在用这些他的恩赐能力去做什么 赚钱 Can you believe it 有无搞错 但我亦都想问你 那你又怎样呢 我们在这坐在这 我们未必那麽聂 无奥先那麽聂 无George Harris那麽聂 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才干 有能力有因 所以你才有份工 要是你老板很傻 还要请你 要是你真的有少少才干能力恩赐 我想问你这个问题 你的恩赐 是为巴别塔 金字塔 City of man 而奉献中 还是上帝之成呢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上帝更生改造 救赎我们 好像上帝改造 救赎护士 不单是改造他的灵魂 是救赎他的全人 他所有东西被上帝所用 被上帝所转发 如果我们都有一百个人 愿意奉赏我们的人生 被上帝所用 我们的才能 我们所有的事 我们的时间被上帝所用 我相信香港一定会在这里震荡 刚才我讲奥古斯帝的故事 讲到奥古斯帝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当奥古斯帝听到奥古斯帝宣讲的时候 让他开始对圣经 对上帝有个完全新的一个明白 奥古斯帝未做牧师之前做什么 奥古斯帝未做牧师之前是学文学法律和演讲的 高然大致 但上帝将他的高然大致博学多才 变成了上帝的福音武器 我们每个人可能说我几年前才尋处 我一生人大部分时间追求这个世界的东西 所以你怎样可以将他所有的东西 去转换成为一个福音的武器 我想和你读一读 在奥古斯帝忏悲录第五本Book 5 Chapter 13里面 他有一段讲到Embrose对他的影响 他对Embrose的印象 我将他翻译了中文 他这样讲 他说再迷难 我找到了你中心的福音 Embrose主教 哪时他天父的舌头 乐此不疲 发放你玉米的丰富 不要问我什么叫玉米的丰富 就是这样翻出来 他说他用他天父的舌头 全港你的信息 我感觉到玉米的丰富 油高的喜乐 还有你真道中的清醒的酒醉 我想你看看英文版 and the sober intoxication of your wine 这个完全是羞耻的 你现在明白为何 为何忏悲到他这么经典的作品 因为高言大字 因为他之前学什么呢 就是学一些羞耻 他说sober intoxication of your wine 同时之间 又是清醒又是酒醉 他说我见到这个Embrose 他是很清醒 清醒什么 清醒汗头世人之城里面的黑暗 但是他酒醉梦香上帝之城 对着上帝之城他好像喝醉了酒 记不记得我的朋友Andrew 两个星期之前我跟他说的 一个新加坡的义神 他就是酒醉梦香 一讲上帝的东西 就好像喝醉了酒 the sober intoxication of your wine 今天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sober intoxicated 同时清醒汗头这个世界 同时祖聚上帝国度的时候 那不得了我们需要更多的保罗 我们需要更多的Embrose 我们需要更多的保护之星 这三个人再有一张线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有三个共同的特性 有共同的方向 这三个人专注于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他们酒醉福音离别世界 但求天国 如果上帝给我们一百个 香港一定会感受到那种震荒 我们是祈祷的 我们天父我们多谢你 保罗是一个完全被改造的人 但保罗也是一个完全被救赎的人 这个救赎不单止是他的灵魂 是他之前所有的东西 他是一个拉比 他是一个法理财人 他从小到大去精通你的律法 他从小到大学修词学阅读 高原大致 当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当他成为一个上帝的仆人的时候 他将所有的东西扭转成为一个侍奉你的武器 这是一个何等惊人的事情 普罗说我来到不舍用高原大致 他却用尽了他所学的一切 用神帝的方法去传扬宝辈的福音 我们看到历世历代 你继续兴起同一班的人做同一样的事情 Ambroles的出现 奥古斯丁的出现 将来还有马丁路德的出现 John Calvin的出现 全部都是从世界里面的训练 去出来宣讲你的福音 求主你帮助我们 我们固然没有他们这样的能力因此 然而主要在你手中 若果我们愿意被你所用 你就必定使用我们 求主你让我们 让圣灵光照我们的心 问一下我们自己 究竟我们过去的人生 究竟在建立的是巴比塔 金字塔 还是上帝知识 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学务 想将我们所有的东西 被用作上帝的知识 愿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 被你所用 成就你压不可能的任务 在地上人类知识里面 建立一个上帝知识 祝福我们的教会 我们今天祈祷祈福 主耶稣基督命求 生秘密 生活 好 喝 我们想要加车